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是邓迪建筑系大一的新生 然后我们在邓迪学习生活都非常愉快 然后希望您也能来加入我们 然后我们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你好 我叫雨飞 我也是大一新生 我今年22了 我是建筑系一年级学生 我们五个人虽然各自有不同 但是我们最后都选择了邓迪大学来学习建筑 我觉得非常有缘分 然后就觉得邓迪建筑系真的很好很不错 那么现在从雨飞开始 来介绍一下邓迪大学的学习生活 大家好 我叫雨飞 我是从新加坡参加AW高考 然后直接过报考邓迪建筑系的 我觉得邓迪建筑系的优势在哪里呢 就是首先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学习 邓迪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宁静非常安逸的城市 所以在这边可以宁静地学习 比较我们刚来学建筑的人 而且为什么我最后选择了邓迪呢 当时我报考AW毕业之后 然后报考有很多选项 我报了五个英国大学 其中很多都给了我over 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来了邓迪 邓迪这个地方气候也非常好 然后阳光很充足 然后我们学习生活什么的都非常方便 然后学校离市中心也很近 至于邓迪建筑系的课程 它是以设计为主 所以我们在这边 很有一些就是思维能得到解放 然后能想到很多以前想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来这边还是一个很对的选择 接下来邓迪可以说一下他的经历 我 我觉得这一年过得非常的充实 然后逐渐的让自己找到的人生的目标和分享 觉得很好 然后就 除了我们做的project 然后在动手能力还有设计思维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就觉得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学建筑 另外有一点就是这边的学费 相对来讲比英国其他的大学要合理 然后我认为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所大学 你付出的学费和你在这里学到的东西是真的很无超所值的 就是这样三年英志友来做介绍 我呢 我是国内已经大学毕业了 因为我国内读的是土木工程 然后我考研也考过建筑学 然后有在国内的建筑学也有很多的朋友 所以我对这两方面的了解还是比较多一点的 我觉得邓迪大学这边 嗯 他的建筑学是研究生加上硕士 一共需要五年的课程和一年的实习 然后相比国内 嗯 要省出了一些时间 嗯 并且课程设置 嗯 不像国内有那么多的课要学习 但是我们的课都非常的实用 嗯 非常的嗯 对我们设计有帮助 然后并且在 嗯 开学的时候老师还会给你们 一个单子 就是让你去去读一些 去该读的书 这些都是相当好的 然后就是有很多的作业 但是这些作业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用的作业 我相信对我们都非常有帮助 嗯 学期的时候真的挺忙的 但是忙才能学东西嘛 嗯 想 好 嗨 大家好 我事实上是高中读了两年之后 学完所有的课程 决定来英国来读大学 之前我读了一年的Foundation 后来之所以选择邓迪是因为这里 相比其他学校 对中国学生更加友好 而且 我们这里不只是有学习 在这个邓迪这个大学城里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 像光建筑学我们就有我们自己的组织 平时会有一些邀请教授或者是一些建筑师会来这里讲课 同时也有很多学生自主活动 可以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去旅游或者是做一些调查 然后等同学会讲一下有关旅游的问题 哈哈哈哈 啊在英国这边上学呢 如果你属亚不去旅游的话你绝对会很没事干的 那时候 然后在这边旅游挺好 你可以到欧洲各地只要办一个签证吧 都可以到处玩 像我这种不愿宅在那个宿舍里那种做背包课 都挺好 然后在这边学习我感觉吧不是太那么忙 因为我在国内上大一学了一年化工的时候 感觉每天都是课程 感觉每天的时间都是被一节一节的课充满 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发挥去做你想要做的什么东西 然后这样之后你有充分的时间去做你想要做的 并且学习是一个自动自发的过程 你想学了好就自己要做了好 我感觉在这儿能找到你想要 你能找到你的目标 所以感觉挺好 然后我们一般在做一个大项目之前 对我那个set visit 就是我们会全体组织去那个地方去考察那个场地 然后回来再做这个项目 我感觉这是一种是对经过实际的检验之后 然后再回来发挥你的想象 让你的想象能够融入到这个set当中去 感觉这是挺好的一点 就这些时候的国庭制作时间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图约器 有一些打保的工具 有些工具还可以给大家 然后这里的工具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图约器 就是一个图约器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课 都在这个教室呢 是在就在建筑系的那栋楼里面 所以很方便上课 你直接从楼上从466下来 就可以直接到这儿来上课 所以很方便 而且设施也都挺好 然后平常上面都用幻灯片放用的 就有点方便 这里是我们的图书馆 就是建筑系专门的图书馆 大家好 这里是我们艺术专用的图书馆 跟我们学校的主要图书馆是分开的 这里的书籍基本都是艺术类的书籍 然后我们很多建筑系的书籍 所以我们上课时候 老师有什么要讲的东西 都有一个suggesting reading list 会介绍我们来这里边 寻找自己想要的资料 然后这些书籍也对我们做project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没事的时候 就会来这边多读一些书 然后增长一下自己在建筑区域的一些诸实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在有限的学习时间之内 多读一些书多了解一些 这是我们的那个电脑设计 然后我们平时上CAD课 还有CAD课 还有一些制图都在这里 这里有几台比较大的打印机 然后这里的电脑设计也非常的纤细 非常的拉扇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做图 制图打印 媒体也非常的方便 这里是我们的主走廊 一边是我们的平时做展示 我们做的地方 另一边是我们平时工作的地方 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小的隔间 就是我们平常见导师呀 还有自己做模型的地方 大一大爱大大一大爱的神学 一般就用这边 然后大三大四大五的神学 大三大四都用到这边 一个人有自己的桌子 这个是我们刚刚结束的一个 长六周的project 一个设计 这是我们一个EB500的 是EB200的set模型 D型模型 还有这是我们设计的EB50的模型 这个是我的模型 EB 只是一个一部分 其中间的一部分 这个是另外一个中国朋友的模型 还有这个也是一个朋友的模型 对了这个设计是要做一个画廊 六个人住的画廊 这里就是一个画廊 这两边也是一个画廊 最上面这个就是工作室 下面也是卧室 然后这是我的设计 这个这里就是一个卧室 然后一个石墙在这里面 然后这边是楼下是厨房 上面是客厅 然后这里 这个是另外一个工学的设计 这个设计主要是要做一个六人居住的 相当于旅馆的东西 然后我们大概总编辑应该有800平方米 然后 嗯 是一个 小高见 这么多的